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欢迎来到Coinite 我们社区制作全网KOLVIP收费信息聚合的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比特币昨天的行情 比特币大前天回调之后 果然跟我们说的一样 就一直在这个区间范围内震荡 虽然比特币还维持在43,944,000左右 但是山寨币们都开始补跌了 这种情况说明山寨币的庄家并不看好未来比特币的走势 难道比特币下一步要跌破4万直接到38,000去吗 现在在38,000那个地方有一定的共识 如果下跌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会有很多人接多 按照以往的经验 如果庄家下去了的话 可以说那这一轮流失就结束了 按目前走势来看 比特币还是想撑住继续向上的 既然盘面分歧这么大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太孙下午3点钟的时候说 寻找HL 寻成HH Mori在迷你区间高点上方 并进入支撑位 英国时间凌晨1点半 CCV今天设置已经完成 我预计日线级别将被突破 但我们最终以CCV设置收盘 因此回调以填补这一缺口 现在希望再次测试日线级别 我相信比特币可以继续走高并推向新高 在下跌后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力量 我仍然看涨 完全没有空头交易 仍然持有所有多头 我们的下一个日类短线交易设置 是从日线上开始的 我会在日线上寻找前一天高点的SFP 以激活下一个新的空头 订单流也保持良好 以测试更高点 因此在我们至少测试日线前 还不会做空 丹尼尔说的日线是44,172 所以有人问他 当你寻找HL时 你指的是哪个低点 丹尼尔回来他说 高于42,400伙计们 接着别人问他 45,000水位对冲是否明智 丹尼尔说 不预设空头 只有在出现看跌反应时 才会预设空头 如果没有看跌反应 我们就会寻找新的年度高点 一直到47,48,000 就在昨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 他说 今天的CCV设置 已在英国时间凌晨1点半 也弹出了月度VWAP支撑位 我们的下一个日内短线交易设置 是脱离日线的 我将在日线上寻找前一日的高点SFP 以激活下一个新的空头 以及当前月份的PoC1 和当前月份的PoC60 因此 从日线到45,300美元区域 是关键阻力位 ALSO从月线VWAP支撑位 和日线NPOC反弹 在该支撑位日线阻力区团队之间 形成良好会合 他说的是 43,587那个地方 接着在昨晚7人的时候他说 我认为 在最后的大跌之前 ETF会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推至高点之上 ATOM在从HTF PoCX反弹之后 终于看到了一些力量 马上要坐飞机回迪拜的家了 所以网络有些不稳定 抱歉 好 这是图表冠军Daniel的观点 相对于他目前手上 53,000持有的空单 只是作为对冲作用 目前并没有出现看跌倾向 所以没有真正的长线空头设置 他在大方向上依然是看涨的 Daniel认为 ETF获批的消息 会把比特币推到 47,000到48,000的高点之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提阿菲罗 提大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说 截止目前 并没有再次测试 之前回补缺口的前高 那就继续持仓观望 好 这是提阿菲罗提大的观点 他指的是这个蓝色区间 45,265附近 比特币并没有去那里 Daniel说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长的阻力位 如果可以突破的话 那比特币将去47,000、48,00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Jason 看昨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说 早上好 即使昨晚下跌 看涨的市场结构依然完好 这让我继续看涨 就像我昨天看4小时一样 我个人希望能到达5万 但我认为 由于周二的高点不佳 我们至少可能会触及46,000点 现在只有电话分析 但对于当地的阻力 我们有可能从CDW引入POC地区 相对Jason认为 44,900到45,000那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强的阻力位 可以在那里去看一个空单 Shoda接着说 我希望在24分钟加12分钟加6分钟 和更低的时间段 看到看跌的分时图 如果24小时线看跌 但较低的时间框架看涨 则参考较高的时间框架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 牛熊分割线需要在4小时 1小时24分钟12分钟上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CDW 这些是看跌条件的关键水平 还是之前的阻力位 46,195 47,283 48,650 50,602 然后Jason接着说 另外提醒一下我自己和你们 4小时的牛熊分割线不是玩笑 但有时候他们会跟我开这个玩笑 不会马上玩完 而是在较大的波动中 给我们带来更多波动 会说4小时看起来多么明显 好 这是Jason的观点 相当于他的观点同样是看涨的 大前天的下跌 并没有破坏比特币的上涨结构 但是按Jason的观点来看 到达5万的可能性就没那么大了 还有这几个关键阻力位 大家要记录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Jason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抒情 太孙下午3点钟的时候说 大家小心了 本情根据以太坊质押信息 2022年爆雷的Chinxios正在排队 等待解除20.6万枚的以太坊质押 将在几天后完成解锁 之前的Chinxios解除质押后 都是画展到交易所卖出 这是因为Chinxios需要卖币 来赔付暴雷的用户美金 预计这20多万枚以太坊 将在接下来几天流入市场 到时候抛压可不小 昨天发的这个大家别忘了 福克斯新闻笑语说 今晚就会出结果 咱们看看是否会真的出 相当于又是ETF审批的信息 这都已经多少年了 从上轮流逝到今天 一直就流传着这个传说 所以我来昨晚9点钟的时候 他说 以太坊我继续在2000上方挂单 BTC挂在39000 APT挂在8.5 OP3U 其他小币差不多都低于 现在价格20%所有 如果ETF被拒 虽然概率很小 但是真发生了 咱们可以吃一波大肉 这个就是江泰公钓鱼 反正挂个没损失 万一10%概率真没通过 一个插针咱们可就接到了 晕了 我刚刚一个 有个币应该是明天发的 结果今天就发币了 Bitget有点急了 原定于明天上的GKF 改到今天上币了 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回到0.02左右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短线的话 可以搞一点博一博 就在昨晚11点钟的时候 他说突发 福克斯记者改口 说比特币ETF结果 将于下周推出 书情 我特别要你们这些垃圾机构 天天搞我们散户是吧 好 这是书情的观点 他非常的关注新闻 看来华尔街想放假两天 Daniard认为ETF的审批 肯定会过 如果过了的话 就会把比特币推到47,48,000去 是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书情的信息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区块链狙击手VB 他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说 HTF更新 我预计 在ETF审批之前 比特币将在周末 保持在绿色方框类 我们正在寻找买入的机会 不仅是加募于货币 还有股票 我们应该会看到 37,000之后的强劲反弹 相当于VB认为 比特币会在周末的时候 在这个绿色方框类震荡 震荡的范围差不多就是 43,200到44,500这个区间 所以他说 如你所见 DXY有点回调 这意味着 比特币和其他货币 可能在纽约开盘时反弹 标普指数在纽约开盘时 会有一些反弹 但只要知道它被拒绝了 任何回调都会再次抛售 我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有一只股票 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有三只股票 我将分别更新每个图表 然后VB就分享了一下 那几个股票 然后接着说 如前所续 众所周知 加拿大股市具有相当的弹性 但我们预计 所有市场都会出现全面抛售 因此如果你无法承受这种波动 本周就应该退出 尽管ETF是针对加密货币的 但它会对整个市场产生连锁反应 买方和卖方的交易量相当 我现在不想做多或做空 我冒的风险很小 仓位也很小 比特币的空头 实际上可能会出错 但是它可能会在抛售前抢夺流动性 所以如果你做这笔交易 一定要注意一下 随后他给了一个比特币的空单 他让大家在43572开空 止损的话放在44834 相当于VB的观点跟书情有点像 他认为ETF的审批大概率不会过 接着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他说在比特币失去4300之前 只保留比特币 当比特币失去力量时 我会发别的山寨币 请尽量减少你的风险 我仍然非常看空比特币 但是如果他们批准了 散物可能会大量购买 并很快将你止损 我开始做空 又开始做特例 建仓而不是全仓操作 建议只交易大市值股票 因为它们波动小 稍后发布图表 他指的是BNB这个币 接着在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 他说如前所续 在官方决定公布之前 比特币将在周末 橙色方框类上下波动 由于目前处于底部 它可能会再次触及 橙框的顶部 从现在到周末 BONK等一些山寨币 可能会上涨 以吸引流动性 今天的日间交易 看起来非常困难 我现在找不到任何头皮 将在亚洲开盘时更新 亚洲开盘之后 他说第一个反弹发生了 如果你可以忍受 你可以留下来 如果不能 你可以第一时间在BNB上获利 然后再进入 好治区块链 狙击手VB的观点 相对于他就是认为 比特币会跌到37,000去 总体逻辑实际跟抒情差不多 跌到37,000的话 他会抄底现货 现在他同样堵了一手 比特币的空单 止损放在44,800 非常的明智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B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社区新更新的 WWG交易策略汇总 相对于WWG的所有分析师 会把他们的报单策略 发在这个频道里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昨晚9点钟 TR比的报单 1粒子POR2的报单 比特币的报单 止损止盈 还有TB1TB2 都会在操作提醒这个频道里 相对于报单和操作提醒都分开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WWG的报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报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空军的力量比多军要强 装甲涨到44,450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报完 下跌到43,000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报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报仓图 在目前的价格附近 开多的人慢慢多起来了 相对市场主流 还是认为ETF审批会通过的是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 以太坊开空的人比开多的人要多 装甲涨到2290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报完 下跌到2230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报完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全局报仓图 在目前价格附近 空军的力量比多军要强 说明开空以太坊的人非常多 昨天内部量依然存在 装甲涨到2300就会把他们全部都报完 空军的量能最高有2.1M 多军是昨天累积起来的 说明从昨天开始 大家从恐慌中缓过进来了 继续看多这个行情 那市场市街 近代下周ETF审秘结果出炉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报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家务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